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你看人家巩俐哈 一股白烟来了 哎呀那叫漂亮 一股白烟去了 然后人家美容 那应该是叫美容 拿那个鲜花 往脸上一放 花死了 她美了 这玩意看着怪神人的 然后我们就想起来这个 所以我说没缓过神来 跟那个原来看的兄弟 稍微中间有点距离 所以可能岁数大了 这个脑筋急转弯转不过来 那 换个角度来讲 那白骨精 拿着鲜花 往脸上一放 花花死了 然后又埋怨这个 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活的花 那小鬼说了哈 您就是地狱 您就是地狱 您就是这个 您就是那个 什么东西活东西到你手里不得死啊 对吧 这东西听起来有点影射的概念 因为大家的兴奋点也都在白夫人身上 大家兴奋点在白夫人身上 就像大家看美人鱼的时候 我看他留言上很多是为了看 那风情万种的女人 说那个女人好看 你看他留言的 很多讨论的 包括网上发的照片 也都是围绕着 那位女士去转悠 这就是今天人的特点 可是人们民间也都认为 说万恶淫为首 大家也承认 但是呢 承认是承认 喝凉水呢 他也无法遏制自己的需求 好 那你让我的 我的理解 他就是 在人的 今天人的 整个做人的道德水准 就走到这一步 就到这一个状况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影片里导演也好 编剧也好 无论他是漏不漏放一边 三点不三点放一边 他一定想方设法 勾起观众们 在这一方面的兴趣 这是他要做到 做不到这一点 卖不出前进 你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其实都是在前一幕话中 在加重这种 这种氛围 加重这种环境 可是民间所有人 又懂得万恶淫为首 所有人又懂得 在这个背景之下 人就是堕落 可是呢 当见不着人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他又很欣赏 很扭曲 很悲哀 又很邪恶的现实 相生相克的道理 我还是说这句话 相生相克的道理 那如果当普世的 人们普世的想法 落在这点上的时候 那就是在世间 妖魔鬼怪当道的时候 而妖魔鬼怪当道 必有真正的圣明出现 它是相对应而来的 所以有一次 节目当中 咱们说过那话 魔是为佛而存在 魔的出现 毁人 是为了佛 与佛法 再现人间 那现实的环境中呢 我个人觉得 奥巴马要到古巴访问 你就感觉中 这其中有着一种变化的味道 而今天金胖三 今天的金胖三 那处于一种 恐怕他执政以来 从未有过的危险的场景 对不对 斩首行动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情报机构称 平壤正在准备 针对韩国的袭击 韩国国家情报机关称 朝鲜正在准备 针对韩国的袭击 与此同时 一年一度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即将已超出 以往的规模强势登场 那借机斩首了 这事兵不厌诈 说不好 美联社报道 韩国情报机关星期四讲 金正恩最近下令军队做好 对韩国发动袭击的准备 不久前 朝鲜再次进行核爆炸之后 那半岛危机呢 就显得更加的麻烦 而韩国执政党 在一次闭门会议报告中讲 国家情报院指出金正恩的间谍机构 已经开始实施 向韩国准备发动数字和其他形式攻击的指令 那这是一位参加会议的官员提出的说法 那在过去的时间里 朝鲜曾经针对韩国包括炮击 包括这个大韩空难 朝鲜都有份 那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呢 给我的感觉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这种情报报告 它每天都会有的 对不对 每天都会有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没有这种可能 而且报道的内容可能完全是真的 也可能报道内容的真实一面 就是说更加真实的深刻的场面 还没有完全报道出来呢 那我跟大家认为呢 是韩国的情报机关 在这个时候拿出这样的报告 并且故意披露给媒体 是有了它媒体 就是这种媒体的这种 这种氛围的营造 这种氛围的营造 干嘛 对金正恩采取斩首行动的准备 是不是一定要斩首它 我自己认为 这是在考虑中的 因为控制不了了 第一个 第二个 韩国总统已经根本不管中国如何抗议 那已经答应跟美国联合在韩 在韩国部署相应的导弹 那这个导弹的计划 因为中国的反对已经耽误了十年 但今天他已经不管中国 你愿意怎么想怎么管 我不管 那我今天已经干了 已经表现出 那今天韩国的忍耐 已经到头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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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访问神韵点号 那金正恩是否被斩首 那美国是否动手 陈破空先生有他自己的见解 文章题目这么说 斩首金正恩 美国会不会动真的 斩首金正恩布局基本完成 这就是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韩国总统发出了强烈的声音 朝鲜政权面临崩溃 而金正恩又极其罕见的缺席了 纪念他父亲金正日诞辰的主要仪式 我觉得这事确实是挺出奇意外的 按照陈破空先生的认为 是金正恩刻意躲避 美国人斩首行动的 那如果在这样的场合 必须出现的场合 他都刻意躲避的话 这就我说的 美国人想杀他一如反掌 然后他提到说 如果动手美国需要与中俄两国达成交易 美国还需要如何精准的斩首 斩杀金正恩 如何定点清除掉平壤的核武器和核设施 那以避免平壤提前发难 赶在金正恩最后的疯狂之前 那这些都是他必然考虑的一些了 所以那这都是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 自己的看法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 其实就是大家注意到一点 今天斩杀就是斩首金正恩 恐怕是大家很多人认可的一种方式 草安居士 这是原来他一直居住在美西 曾经呢在很多场合对中国的状况 特别是经济状况呢 有他独到的认识 那梅凤杰说 中国经济衰退 政府束手无策 老百姓在经济恐惧中生活 我们跟大家讲过 今天你对股市对经济想下手 今天没有任何人能干得了 我在节目中早讲过 那草安居士他自己是做银行的 从他自己的角度他也这么认为 他说从索罗斯的角度来讲 赚钱就是他的行业 对冲基金就是他的工作 那做空谁不做空谁 这就是他工作的本身 不是对你中国今天的经济状况 恶意不恶意 他挣的就是这份钱 为什么世界大的对冲基金 要做空人民币 看衰中国经济 那草安居士认为 中国经济已经失去了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70%靠出口维持 而我们知道1月份进出口呢 下降幅度极大 他说靠来了加工的企业 面临着其他地区的竞争 而中国却不像韩国那样 有着自己独立的成功的品牌 他提到说像韩国有着 三星电子 LG手机 现代汽车等名牌 而中国工人的工资 只占了生产成本的10%左右 远远低于世界通常的40%到60% 资金外逃更带动整个经济往下走 中国政府对经济下滑束手无策 老百姓在恐惧中生活 那最大的问题是教育 住房医疗退休 那这些问题让老百姓 根本无法安心生活 他们只能存钱 而少数的房地产赚钱 还有教育的寡头赚钱 还有退休基金被政府拿掉 所以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中 那换个角度来讲 这是从经济层面去这么描述 那在我的眼睛里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我在上期节目当中说的 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社会也好 中共权斗也好 外交也好 各自都有它各自的原因的理由 那它的原因的理由 你每个专家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分析 但是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罪魁祸首 共产党 共产党的体制 共产党的环境 共产党的理念 如果把它称为高级动物的想法 也叫理念的话 它的理念就是把人毁掉的理念 而今天把人毁到底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